澳門機場服務有限公司希望政府協助解決橫琴海關通關難的問題 增加澳門機場的貨運競爭力 機場服務公司說由於橫琴海關對貿易貨物的規定 需要詳細清點貿易貨物增加貨物的運輸成本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快件貨物或貿易集貨是面對很大的報關障礙 造成澳門的貨物會把貨物拉到東莞、常平或佛山地區 不是在我們珠海上沖或南平的快件中心處理 造成這個貨物很大的時間的延後和成本上升 北廣標希望政府可以和橫琴海關協商 解決業界長期面對的困難 而為了提高貨運價效率 澳門機場計劃在東莞沙田建立一個澳門貨運價收貨報關點 希望可以增加澳門機場貨運競爭力 他又說澳門機場的貨運量近年來受到大三通等政策的影響 貨運量一直處於下降的趨勢 預計機場今年的貨運量只有3萬2千噸 澳門電視台記者王國進報導 在這個程度 於是